云端作业系统之安全性 那最近很多黑心食品 让人更加感到十分的不安心 那我们在查记黑心食品的时候 也常常遇到一些问题 就是厂商不愿意 把它的配方 或者他不诚实 那这是让我们很头痛的 在商业行为里面 他为了保护自己的商业利益 很可能有一些所谓的专利 或者是他不愿意 把他的配方公开出来 这个无可厚非 但是相对的 在我们资讯里面 有没有类似的软体呢 常常说你的电脑不装防毒软体 你能安心吗 这个是安全性问题 那也看过很多类似的报道 说像一些APV store 很多是很容易被植入恶意软体 那我们在open source里面 还蛮强调的是 因为我们的软体 当然像一些APP store一样 有专人在控管 可是我们特别强调一个open source 也就是诚实 把你写程式的方法 技术 公租于大众之前 让大家去检查 这样子 可以 避免一些问题 当你愿意诚实的把这些技术公开的时候 你就不太可能 刻意的在里面藏一些恶意程式码在里面 或者甚至你藏一些不该做的事情 这是很容易被资讯高手检查出来的 所以open source的软体中心 除了像一般商业公司 它的软体库可能有人维护以外 我们还多了一道这样子的一个防治机制 可以让你在使用软体的时候 几乎可以说比商业软体更放心的 可以去使用它 至少恶意去埋一些 不可告人的程式码在里面的情形 是非常少见的 不像外面的 不像商业软体 它很可能为了自己一些技术的保护也好 或者是它自己的利益也好 它会刻意隐藏一些事情 不让一般使用者知道 这是截然不同的事情 所以这个系统的安全性来说 我们可以看得到 open source 会比别人更有保障一点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